我想從一開始說權利金只有1500萬 投資金額只有1.5億 都是完全無辜的指控 我覺得只要對方抹黑指控錯誤失敗後 馬上就會換一個題目 重新再做一些完全不實的抹黑 如果你講到土利 我想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土利的一個最清楚的案例 就是我們的成劇轉運站 挖了713的公堂把它蓋好 它其實跟東岸一樣 都是在最精華的地段 也在我們兩個火車站 南站跟北站的中間 各位知道在攻擊我權利金的同時 花了713的成劇轉運站的權利金是多少嗎 它權利金是50萬一年 變動權利金一開始也是零 前兩年的權利金是零 到了後面七年權利金也只有200萬 各位想想看 花了7億多蓋的一個最關鍵的地點的政府設施 號稱是火車站的東岸的成劇轉運站 怎麼會是只有50萬的固定權利金呢 就算過了幾年以後最多也到200萬 那這樣不是圖利 市長變動權利金的部分 您今天提過是 年收入12 連營收12億的情況下有2200萬 不過一照計畫書 規風自評估年收入是6.4億 恐怕無法達標這部分 像第二名的文創型的商場 他也是估12億 那第三名他們也是估10億 有人估高有人估低 重點是要看商場的種類跟實際的情況 在議會的討論出也可以看得出來 前市府是如何透過會計的帳目 去掩蓋實際的商場營業額 我覺得這個東西未來在議會討論後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因為等一下 這個議會就要開始這個備詢 那我想反正大家都很關心嘛 也請大家都待在議會 來看一下大家雙方的彼此之間的討論 不過我想因為媒體特別很辛苦 有的還從台北過來 所以有一些簡單問題的話 我想就配合各位來簡單回答一下 大部分我們還是希望 可以留到議會的這個尋答來討論 謝謝 那我問一下市長 就是說這個在媒體通路的回饋金的部分 議員也質疑說1920萬 他這個簽約是在合約上面寫至少是七年 那這樣子換算下來為什麼不是二十年 那這樣子是不是有你鼓勵廠商的部分 我想從一開始說權利金只有一千五百萬 投資金額只有1.5億都是完全不實的指控 我覺得只要對方抹黑指控錯誤失敗後 馬上就會換一個題目 重新再做一些完全不實的抹黑 我想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在議會好好討論清楚 但是剛剛說的這個東西就是在合約簽訂的文字裡面就寫到至少是七年 但是他們也就質疑說您的任期就是加上簽約這個時間大概是八年 就是您的兩任任期都算進去了 那後續的二十年他們可以使用這個經營權難道就不用有這個媒體通路回饋的部分嗎 這個部分說真的還是由交通處等一下回答會比較清楚 也歡迎各家媒體都要繼續的在基隆市議會多聽取我們的一個簡報跟回答 但如果你講到圖利 我想告訴大家什麼叫做圖利的一個最清楚的案例 就是我們的成據轉運站 花了七億山的公堂把它蓋好 它其實跟東岸一樣都是在最精華的地段 也在我們兩個火車站南站跟北站的中間 各位知道在攻擊我權利金的同時 花了七億山的成據轉運站的權利金是多少嗎 它權利金是五十萬一年 變動權利金一開始也是零 前兩年的權利金是零 到了後面七年權利金也只有兩百萬 各位想想看 花了七億多蓋的一個最關鍵的地點的政府設施 號稱是火車站的東岸的成績轉運站 怎麼會是只有五十萬的固定權利金呢 就算過了幾年以後最多也到兩百萬 那這樣不是圖利 什麼才叫圖利 所以在那邊計較媒體回歸金的總類金額年限 我真的是覺得如果要用這樣子的方式比較的話 那我們的辦公室會整理清楚前市府是如何在成績轉運站七億多的工程後 圖利廠商 這一點我們未來也會做得清楚 那我覺得媒體在做報導的時候我們完全是尊重 而且配合論述 就像您剛剛講的說後來的年限說真的 這個是專業的審查的結果 我也希望交通處能夠更予以說明 可是最簡單的這些數字花了七億多 卻只有五十萬的權利金 這個東西我們辦公室跟市府交通處 還有政風處也都會整理清楚來跟大家說明 我再次跟大家再講一次 花了七億多的成績轉運站 政府的公堂蓋的只收五十萬的權利金 這樣合理嗎 即便過了幾年也只收兩百萬的權利金 對比我們現在六七千萬 差個一兩百萬大家就吵翻天 大家覺得這樣合理嗎 我也希望大家全民都來做偵探 全民都來做福爾摩斯 把所有的公共建設全部都攤在陽光下 我們非常的開心今天要來議會 來面對所有的議員還有市民朋友 也希望市民朋友呢都能夠今天 來準時的收看我們這個議會 大家的一個討論 是非黑白透過討論就會相對的很清楚 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 呈現在陽光之下 謝謝 市長 變動權利金的部分 您卻提過是年收入十二 已經說十二億的情況下有兩千兩百萬 不過一張計畫書 比回風自評估年收入是六點四億 恐怕無法達標這部分 像第二名的文創型的商場 他也是估十二億 那第三名他們也是估十億 有人估高有人估低 重點是要看商場的種類跟實際的情況 在議會的討論出也可以看得出來 前市府是如何透過會計的帳目 去掩蓋實際的商場營業額 我覺得這個東西未來在議會討論後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想要問一下這個三月起要做這個 註點律師的這個計畫案 因為剛剛議員是說似乎還沒有決標 那這件事情他們也不會讓他決標 那想問一下市長這邊的問題 這部分我不是特別的清楚 會請辦公室來協助說明 因為這個部分 好像也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內 好不好謝謝大家 謝謝